沈丰我爱你 蓝从安我爱你 续节上集 小陈新刚学会用电脑打字 就用沈亿的账号向全家人分别发送了祝福语 咦 沈亿这条怎么发不出去 小家伙哪里知道 自己用的就是沈亿的账号 家族群里顿时炸了锅了 沈大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大白天的搞这么肉麻 我要吐了 紧接着医生爹也收到 沈灵我爱你这三个字 沈老大 吃错了药就赶紧来医院洗个胃 药实在无药可救了 我帮你切了也行 接下来是四个弟媳 绝对是个个尴尬又惊悚 蓝从安第一个回复 我是特警 请你立刻把手机归还给机主 否则赠送你饮手镯一副 大哥 今天你有应酬吗 这是喝了多少啊 沈校长 喝酒真的挺伤脑子的 萱萱脾气一来 您绝对招架不住的 除了沈家众人 张小花也收到了沈亿的亲切问候 最后出场的是家里的长辈 信息一条接一条砸过来 几乎是骂声一片 易儿 你这又受啥刺激了 今天公司不忙吗 你个臭小子 我以为你三叔已经够骚包了 没想到你比他还骚包 看见沈亿发来的我爱你三个字 沈老爷子的心顿事提到了嗓子眼 这小子莫非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你想干嘛 不会又要花钱买飞机吧 门都没有 臭小子 我是你二婶啊 是不是想挨揍了 小陈欣认识不了几个字 没有一条信息能看明白 但把他们发的表情包都看懂了 他们为啥都吐了呢 还要给我戴手铐 我真的很爱你们啊 为什么要发呕吐给我 还要逃跑 小家伙顿时有些生气了 在打不出其他字的情况下 直接给每个人回复了一个表情包过去 哼 小宝生气了 真的生气了 哄不好的那种 此时的背锅侠应该感到庆幸 因为小宝还不会翻通讯录 只给页面上有过聊天记录的沈家人发了信息 白家和方家的人幸免于难 要是给他的二舅爷爷发一条 白锦锐我爱你 只怕大影帝绝对能把去年的年夜饭都给吐出来 沈晨星 妈妈也爱你哦 乐轩一下就猜到这是小宝发的 因为沈大董事长正在给他们开会 雪儿 在跟谁聊天哪 这么开心 对不起对不起 这么重要的会议 我出小差了 大家继续开会 乐轩连忙收起了手机 可沈一的醋坛子却突然打翻了 到底是谁让老子的公主殿下这么开心 在这方面 谁还能把老子比下去不成 绝对不可能 会议结束 乐轩丢下沈一第一个冲出会议室 直奔小宝贝 然而本就一肚子醋的沈大暴君 这下酸度更高了 巴掌高的火焰直接往老刘身上喷 这次项目要是拿不下来 你就别在业务部丢人现眼了 宝洁部更适合你 我招谁惹谁了 走出会议室 沈一绷着脸来到了母女俩的跟前 爸爸快点 下班回家吃饭了 小宝肚子饿了 来了来了 沈一本想问乐轩刚才是在和谁聊天 还聊得这么开心 可小家伙缠着妈妈一直说个不停 只能回了家再说 然而就在一家三口回到庄园 停完了车准备去主屋的时候 沈灵两口子也刚好停了车出来 方颖惊悚地朝着沈一说道 沈 沈老师 沈校长 你 你没喝酒啊 不等沈一搞明白怎么回事 方颖转身就朝主屋的大厅跑去 像见了魔鬼似的 沈灵不知道自己媳妇也收到了沈一那条肉麻兮兮的消息 早把这事给忘了 闺女 想死三爸爸了 来三爸爸抱抱 哼 我才不要 小陈欣嘟着小嘴 也朝着三妈妈的方向快步跑去 他脑子里还记着给三爸爸发微信说我爱你 结果沈灵回了一个呕吐的表情 怎么了 今天这一大一小两个女人怎么奇奇怪怪的 我看你才有点奇怪 几人正说着 两对双胞胎也下班回家了 狼铃狼窑做出了跟方颖一样的反应 大 大哥 你没应酬啊 那 那是真心话大冒险游戏吗 这又是怎么了 你们跑什么呀 我又不吃人 此时沈灵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卧槽 今天沈大变态发的那条变态的微信 该不会给我老婆也发了吧 靠 别告诉我 沈大今天不光变态兮兮的调戏了我 这几个弟媳妇也没放过吧 不可能不可能 老大这点分寸还是有的 肯定不会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老沈家还没出过这种东西 很快到了饭底 就剩特警两口子还没回来 沈亿来到大厅 顿时被全家人用同样的表情扫射着 老爷子第一个发了话 沈亿 今年都过去大半年了 公司的业绩很好吗 一儿啊 你对三叔有啥想法吗 别怕喧儿吃醋 大胆说出来老子听听 紧接着是沈志远 一儿啊 虽然你是在二叔眼皮子底下长大的人 但二叔突然觉得 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你 执名道姓的爱老子就算了 连你二婶也执名道姓的说爱 是不是有点欠揍啊 被剥侠完全来不及思考 沈志泽又把话揭了过去 这是老子亲生的吗 我怎么突然不认识自己儿子了呢 到底咋回事 然而一旁的老母亲白静怡已经看穿了一切 一儿从小多闷啊 这不是乐轩搞的鬼 就是小宝在背后捣乱 被剥侠还没搞清楚是什么情况 某个小使座勇者便气呼呼地跑哥哥那告状去 哥哥 小宝不开心 我发信息 爸爸一群吐了 爷爷奶奶一群不喜欢 太爷爷太奶奶也不喜欢 他们不爱星星 哼 星星 你做什么了呀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呢 小宝打字发信息了 每个人都发了我爱你 他们不喜欢 都吐了 你用谁的账号发的呀 有没有可能 他们不知道你是星星呢 小家伙只负责打字和发送 根本不知道账号是谁的问题 我打的字就是我发的呀 没有其他谁 他们就是不爱小宝了 小祖宗话音刚落 众人直接震惊傻了 原来这个小狮狗子才是始作俑者 乐轩第一个反应过来 小宝 你今天玩电脑 是用爸爸的社交账号 给所有人都发了信息了吗 妈妈 小宝发信息 每个人都发我爱你 他们不爱小宝 发手铐 逃跑 还有呕吐图片 他们不棒 我去 原来是你这个小调皮在捣蛋 你三爷爷的骚包称号差点不保 沈亿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开了一天的会 居然被这个洛峰小棉袄暗算了 小昏球 你这是让老子给你背了一天的黑锅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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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